小扎是一个孤独的母胎单身狗 所以他做梦都想要女朋友 而且小扎认为自己对女朋友的要求不高 只要拥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就行了 这天晚上小扎正躺在床上休息 突然碰了一声一只小精灵出现在小扎的面前 小精灵告诉小扎自己是爱情小精灵 看待小扎母胎单身狗的份上 决定送给小扎一颗神奇的种子 只要将这个种子种在花盆里 就能长出眼里只有你的女人 小扎都听傻了 真的有这种好事吗 小精灵回答是真的 不过有个条件 那就是你的眼里也绝对不能有别的女人 不然后果自负 小扎摸着头一顿傻笑 像我这样没有工作的单身狗 不会有女人看得上的 交代了注意事项后 小精灵就消失了 然后小扎就将种子种在了花盆里 并且每天给它浇水 期待着种出一位漂亮的女朋友 几天后土壤里居然长出了一颗眼球 小扎吓坏了 难道是自己浇水的方法不对 继续浇了几天后 一颗漂亮的美女头就从土壤里钻了出来 美女告诉小扎 她叫做小花 从今年开始就是小扎的女朋友了 而小扎有些懵 虽然自己的确说过 只希望女朋友的脸好看就行了 可没想到真的就只有脸 不过话说回来 这脸还是蛮好看的 从这天之后 小扎就和小花过上了幸福的二人世界 不管干什么 他们都会粘在一起 而且小扎也越来越上进了 还出去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问题也来了 小花不要小扎出去工作 因为她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 小扎就安抚小花 说自己的钱都花完了 不工作的话就要饿死了 而且小扎还保证 一下班就急忙赶回来见你 然而小扎这个人非常不老实 上班没几天 她就勾搭上了一位女人 刚好小花在阳台上 看见小扎和这个女人非常亲密的样子 小扎回来后 小花就质为小扎 刚刚那个女人是谁 你是不是背叛我了 小扎吞吞吐吐的说 那个只是女同事而已 她刚好也住在附近 所以就一起回来的 说完 小扎就拿出了一顶帽子 说是送给小花的礼物 小花生气的同时也十分难过 毕竟自己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小扎出轨也是在所难免的 于是小花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她要继续生长 从这点之后 小花就开始变得奇怪了 首先她的脖子长长了 小扎发现了不同 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的脖子怎么回事 小花傲娇地回答 怎么了 这要不好看吗 好看好看 说完小扎急忙溜出去上班了 等小扎下班回来后 小花的脖子又长了许多 没等小扎靠近 小花就自己伸过来 闻了闻小扎的脖子 咦 有香水味 你是不是又去见上次那个女人了 小扎急忙辩解 说自己没有 香水味可能是坐地铁的时候 从别人身上沾上的 面对小扎这副嘴脸 小花已经看透了 当初还说只需要脸好看就够呢 看来都是假的 所以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晚上的时候 小花又开始疯涨了 她长出了好多枝干 这些枝干钻出土壤后 就变成了手和脚 然后小花就直接钻到床上 和小扎紧紧纠缠在一起 小扎都笑坏了 你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 小花温柔的说 怎么了 你不喜欢吗 我现在和别的女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有漂亮的脸大 还有修长的身体 说着小花俯下身亲吻的小扎 这一晚过后 小扎发现 小花虽然外形有些独特之外 其他的和别的女人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小花也产生了一些别的想法 她想和小扎一起出门逛街 和其他情侣那样手牵手 而小扎有些抗拒 你这样逛街会吓到别人吧 见小扎不愿意带自己出门 小花非常伤心 然后小扎想到了一个办法 可以给小花买一件大号的衣服 遮住多余的肢体 这样就可以安全出门了 然而衣服买回来后 小花穿起来还是很奇怪 于是小花将自己多余的四条质干给砍了 小扎有些惊恐 你确定吗 砍掉手臂会很疼的 小花表示没问题 这点疼痛扛得住 说完小扎就招来了一把锯子 锯掉了四条多余的肢体 处理完伤口 穿上衣服后 小花还真的成了一位漂亮而完整的女人 虽然她的脖子还是有点长 但已经无所谓了 然后他们就出门逛街了 和其他情侣一样 吃饭 看电影 购物 经过一家奢侈品店的时候 小花看中了一款名牌包包 小扎有些无语 你根本就用不上这种东西吧 见小扎不愿意买 小花就开始抱怨了 怎么了 我就不可以背包包吗 难道我和别的女人 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或者说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呢 不值得为我买 在小花百般纠缠下 小扎咬咬牙 还是给她买了一个 买完包后 小花非常开心 并表示以后也要经常这样和小扎逛街购物 小扎尴尬的笑了笑 与此同时 他们也快到家了 推开房门后 小扎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一堆血淋淋的肢体对着小扎喊道 哥哥你好呀 你眼里只有我对吧 小扎笑得摊坐在地上 原来小花砍下来的那些肢体又长出了新的女友 这下小扎彻底要崩溃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娜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